總括而言,我覺得這個課程是實用 而且是生活化的 當初我選BF4主要是因為 我比較喜歡接觸媒體的東西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即是代表我有實際的東西可以學到 又或者是一些理論上 或者是Marketing的東西都可以學到 其實一開始,說真的 我只懂得用Photoshop這件事 但其實一進來之後 又接觸到After Effects、寫網站這些 令我所有軟件的技術多了很多 這一波其實都很廣泛 包括會學一些平面上的東西 例如網頁的設計、動畫的設計 另外也會拍影片 除了課堂學到的內容之外 我們都會參加很多拍片的workshop 以及有委託的機會 拿到很多實戰的經驗 到以後出來工作都會有一些優勢 非常充實 這個課程 我看到現在公司請人 都會有很多說 可能你要懂得Final Cut 懂得Up The Effect 讀了這個課程之後 我發現已經不只是滿足了別人的要求 工作機會會多了很多 如果你是真的喜歡媒體這件事 而未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 都可以選擇這課程 去接觸不同地方最基本的東西 然後才產生的興趣都可以 這課程有一個很特別之處 就是我所做的項目 不只是對電腦那麼簡單 例如我可以訪問人 去拍攝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 跳出這個課室 真的好玩很多 因為我自己沒有什麼拍片的經驗 對於一個新手來講 可以從零開始拍到有一段影片 就算不要理會它的質素 是怎樣已經很有成功感 就像自己的嬰兒出生那麼開心 剛剛中學畢業的時候 什麼目標都沒有 就是覺得入到大學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開始 都讀了兩年High Deep 就覺得每一個目標都不應該 只是這麼短時間 我們有想過 我不可以利用現在學的東西去維生 其實我們有想過 我不可以是開一間Studio 其實這個課程 是會令到目光放遠了 快點步啦